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啊 緊急插播啊 因為最近的話想要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日本版的東西 然後順便來提醒大家 日本版最近只要一直登錄 每天在登錄的話呢 就會有可以拿到我們這邊的這個黑金券啦 所以這邊的話 提醒大家 每天登錄 每天來領獎喔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今天又可以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第一部十年的軌跡了 上次看到我們這個2017年熟農2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繼續來看下去啦 那 欸 後面好像已經沒有關卡了是不是 沒沒沒 應該是打完這關 然後會再出現下一個 然後2017年的話這邊是那個 風雲貓咪塔出示登場喔 這個 蠻酷炫的啦 滿滿的回憶欸 我的天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你就是 打贏這個關卡 你就可以拿到我們這邊的這個 黃金票券喔 然後 黃金票券的話這邊好像是可以讓你拿到那個 能夠來抽抽 抽一些就是 比較可愛的一些貓貓這樣的感覺 好 那沒問題 繼續走起 那我自己的喵力打好像已經快喝完了啦 所以我再考慮一下 代表是不是可以用一些罐頭來買一下喵力打 哈哈哈 打多一點關卡等一下看一下 因為我自己也是滿想要跟大家一起來體驗一下就是 後面的這個 欸 貓戰的這個歷史喔 那總共的話好像是有20個關卡欸 嗯 他總計的話好像是有20個關卡啦 滿多的齁 好 那這關的話 好像稍微就有那麼一點點硬梆梆了喔 是我們蠟腸犬圈跟我們這邊的貴賓犬圈啦 稍微有點比較偏尷尬啊 直接給他走起 幹起來幹起來幹起來 來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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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趕快趕快 把他們給他弄死 弄死弄死 欸 然後就OK了 走起走起 NICE 好 把他弄死 可以 好 再來下一關 我們的2018年喔 2018年的時候是出了這個 我們這個貓咪的這個會員啦 也就是那個 你每月登錄的話呢 基本上他就會送你罐頭 然後還可以有一個 免費的這個加速環節喔 還不錯 還不錯 沒問題 來 走起 撞起來 撞起來 輸輸又浮浮 那這個會員的話 我是還滿推薦就是大家可以買的啦 因為這個會員的話說真的 滿便宜的 然後每個月又可以就是領罐頭 這個我是覺得就是 各位爸爸媽媽 如果弟弟妹妹表現得還不錯 就給他點獎勵 買這個 中逼花一大堆錢 買那個什麼 罐頭 還要好 而且他這個可以讓他就是 每一個月都 每一天都領罐頭 然後領完之後至少可以抽個 一千五百嘛 對 至少可以抽個那個 十連抽 然後抽到自己想要的貓貓 那他們應該就不會來煩你了 還算一個不錯的東西啦 我是覺得這個是 那個 全天下父母 應該都可以給自己孩子買一下的東西 我自己個人是 非常極力推薦 我們的貓咪會員 他是從我們這個 2018年的時候開始出的耶 不過台版的話稍微都比較慢一點點啦 因為這個是日版的東西啦 所以基本上 日版的話會比較 比較快一點點喔 通常我們都是 有比較緩慢一點點的那種感覺 可以 打贏 太好啦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第二個 2018年Switch版本出來了 喔 原來其實是2018年的時候才出喔 因為我自己個人好像是2021年的時候 玩的 還蠻酷炫的 來 Sono 2 2018年幹了蠻多事情的喔 這裡南瓜會有20個關卡 因為他好像有一些東西都是 一年會誕生兩個 就是比較重要的東西出來有沒有 像開始 一開始就只有2011幾 然後2012、2013、2014 然後現在變成2015 然後2015 Sono 2 然後2018Sono 2 會不會到時候2019Sono 2Sono 3Sono 4 也是有可能 好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 貓咪大戰爭 阿 獨自一人的貓咪大戰爭阿 那大家研究問說 哲平為什麼很久沒有拍獨自一人的貓咪大戰爭呢 因為我史玉曲 借別人了 所以沒得玩 之後有機會我們再來玩給大家看 現在不起來都蠻多事情要幹的啦 就是我現在覺得就是 我可能也要花 我可能也要出一 就是花一天 一個一部影片的時間 可能 留給那個日版的貓咪大戰 這樣我才會就是把日版的貓咪大戰給他練起來 不然說真的 一直說要練 然後一直沒拍片 就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就是 督促自己 因為像我們現在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的話 都是在打我們的傳奇關卡吧 就是 用拍影片的這個方法來督促哲平 要趕快把那個傳說關卡給他打完 那日本版本的話呢 如果有機會的話應該也要這樣幹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喵麗達 要多少錢 喵麗達150可以買三個 好啦其實還行 反正我們只要留1500那個就ok了 是喵麗達C嗎 我不要買錯了 啊買錯了 呵 幹 是喵麗達A啊 完了買錯了 喵麗達A很便宜欸 30個可以買三個欸 都買爛啦買爛啦 喔原來喵麗達A這麼便宜喔 那買起來啊 有何不可 才30罐罐而已 2019年放送開始 這個應該是那個吧 貓咪的那個TV 就是貓戰的這個頻道是不是 就是貓戰的這個TV 可是我記得黑仔熊他們好像蠻早以前就開始 在弄台版的 應該是紙日版的東西吧 貓戰TV 欸我會不會我覺得 我覺得你知道嗎 他搞不好後面惹藏 你們知道什麼惹藏嗎 他搞不好最後第20關卡 他應該預報一下2023年 或是2022年之後會有什麼 你們有這樣想過嗎 唉 那我們今天一定要給他打過去了各位 我覺得他可能會藏東西欸 他可能會告訴你就是後面會有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會很happy 說哇原來貓戰後面 2022年有這個大計畫 我覺得有可能喔 我們可以來試試看喔 我們今天直接把這20關卡給他打掉了 反正我們那麼多貓力打A 貓力打A這邊才30塊 就可以買3罐 一個等於10個罐頭 便宜啦便宜啦好不好 便宜啦 好繼續 再來再來 再來是我們的2019年的時候 是出了這個果子喔 就是他有一些就是10碗啦 不是10碗就是還有那個卡片 大家還記得哲平之前有開過那個卡片嗎 不知道那個卡片之後可不可以玩欸 我是希望他可以跟一些卡牌遊戲合作啦 這樣大家可以去台中店 台中貓腳印找我們玩貓戰的卡牌了好不好 我跟你講如果有貓戰卡牌 哲平一定手把手教學 現場教大家玩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現場打貓戰的卡牌 應該蠻high的 然後到時候可能就要收一大堆那個 超級貓貓的卡牌這樣 超級貓貓卡牌給他拿起來 其實本身之前那幾張好像就已經可以玩 剪刀石頭布之類的了吧 對阿 但是感覺就是防卡牌啦 就不是真正可以玩的那種 如果之後有做那種真正可以玩的話 那應該會嗨起來喔 好2019年出現了這個 不死生物啦 稍微有點棘手啦 那沒事我們可以派出我們的七歲歲 不知道他這邊會不會顯示就是幾年的時候誕生那個 那個什麼 誕生那個傳說稀有角色欸 感覺應該有可能會有 走起走起 開銷 可以 看七歲歲這邊的這個 進化能力阿 不是蓋的阿 剁爆剁爆 太神啦 好那這個2019年阿 就是 那個 和果子系列出現了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要 駐日本的應該會比較 容易發現 這個應該是駐日本的會那個 我期待台版的那個十周年的時候這個旅程圖 我期待 very期待 不知道他們會整理什麼東西出來 來 下一個 十周年 送到2020 這是什麼 五千萬download 沒問題 喔 然後再來是那個耶 殘酷天使 EV應該是說那個喵喵 喵喵喵的那個吧 應該是喵喵喵的那個 2020年了各位 2020年了 我好期待 2022年 不知道他會幹嘛耶 還是2023年他要幹嘛 太期待了太期待了 太讓人家期待了各位 然後走起走起 拜託拜託 然後今年的這個跨年也很讓人家期待 喔出現那個 惡魔族了耶 喔呦 2020年惡魔族來拜年 惡魔族星星 這邊可能要出一下 七歲歲的 喔魂神一起痛啊歪歪 我之前都只是在那邊隨便亂打 這一次應該沒辦法了 這次 鐵鏡要派出七歲歲 還有白屋夠了喔 墮起來墮起來 行行好行行好 可以開墮開墮 哇一堆 一堆這個沒有屬性的敵人阿 我的天 好這邊惡魔星星已經被我們撂倒了 已經被我們撂倒了 這個是2020年的這個首脳一阿 所以還會有2021年的這個 1跟2 可以 哇這關卡出現惡魔族了耶 所以代表2020年的時候 開始有惡魔族了嗎 也是有可能喔 也是有可能 走起走起 沒問題 nice 再來下面一位 繼續吃起來 這邊是什麼 2020年的這個首脳2 8週年TVCM放送 哎呦魔界篇登場 他後面有寫 我慢慢看到後面的圖了 好像只有看到那個 祝2020年耶 不要阿不要阿 拜託阿 不要讓我失望 讓我看一下後面什麼 2022年大章節 拜託拜託 小小世界 什麼之類的都好 拜託了拜託了 小小世界 我們這邊先小心一點點喔 這敵人開始都變得非常非常可怕了 走起走起 走起走起 來來來 削起來削起來 可以 剛才把這個樹欄弄死 就比較舒服了喔 已經慢慢快要揭曉了耶 好緊張好緊張欸 好緊張好緊張欸各位 來來來來 快剁死快剁死 我已經慢慢的可以看到 2022年的這個圖案了喔 好期待好期待 來了來了 拜託 給我大驚喜吧 結果他後來說 慶祝2022年10周年 這樣就沒了 那可能就是 還不想跟大家泄梗 來了來了各位 準備了準備了 慢慢要看到後面了喔 可是他這個是第一步耶 啊真的耶 哼 沒了 啊 數十周年 我以為後面會有什麼 沒有 可惜啦 但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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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來來來 來來來 沒事沒事 然後我們這邊 加歐走起 好啦 看來後面沒有藏什麼東西 不過 他這個是第一步啦 搞不好他會有第二步 然後就是2022年的一大堆那個東西 哇靠 2021年 裡面塞一隻紅色山豬阿 哇哩咧 要那個咻 好險我們這邊 正希應該還喝得住 我們還有這個 右獸加歐阿 加油加油啊 走起走起 GOGO LET'S GO 拜託拜託了 拜託拜託了 哇兩隻欸 兩隻紅色山豬 我的媽呀 撞起來撞起來 可以嗎 這邊靠加歐應該ok 有 打死 那就完美了 哇怎麼還有阿 一堆紅色山豬欸 我的媽呀 好險我們這邊有這個打有屬性敵人的 加歐不然我們就完了 好恐怖 這個2021年 看來過了有點痛苦喔 我後面的敵人會不會越來越難阿 我的天 加油 刷屎刷屎 剩下紅色帝王了阿 帝王掰掰 帝王掰掰 喔可以 好我們來看一下哈 所以2022年的話這邊感覺就只有一個那個十周年 因為他這個的話是慶祝這個 殘酷天使 應該是喵喵喵廣告版本阿 喔可以 NICE再來 再來是我們的 倒數第二關 2021年魔戒篇 魔戒篇來了 這邊開個加速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十周年 來了 魔戒篇 魔戒篇應該會出一堆惡魔族吧 我的天 加速給他打起來 沒有開加速好不習慣 走起走起 我真的覺得這一次這個活動殺關卡 我覺得真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很回憶殺關卡啦 很多一些就是那個 如果從一開始就玩貓戰的朋友們的話 應該會蠻開心的 我覺得這做的真的很好 你們覺得呢 也可以在下面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真的祝福貓戰十周年了 真的很感謝 沒有貓戰就沒有哲平 我還是一樣講這句話 我真的是 超愛貓戰的 貓戰讓我成為了那個 Youtuber 儘管現在可能 流量沒有像以前那麼誇張的好 但是 我還是 很愛他 其實我是一個很飲水師緣的人啦 我覺得就是 你有攻於我 我就還是很開心 就比如說像 像 Super Sale阿 就是那個 晃眼亂鬥跟那個 黃巳戰爭的那間公司 他們是第一間公司 找澤民去參加 主持現場活動的 然後我基本上就是 現在他們有什麼就是想要我幫忙的 我都一定會幫 因為我是一個很飲水師緣的人 我覺得他們 當初有攻於我啊 我就會 很樂意的跟他們繼續合作 就是儘管就是可能是無償的啊 或是就是互相的 像貓戰的話我一直跟貓戰來說都是互相合作的 我們也沒有就是 隻雞上面的一個合作 但是我就覺得 他 他成就了我 我就應該 就是要好好幫他宣傳 沒有什麼說沒有什麼東西 這就是 就是 這就是我這個人比較怪的一個地方 就可能大家可能就是 看了這個 其他遊戲啦 其他遊戲流浪可能比較低的時候我就會把他換掉了 但貓戰是不可能的 貓戰我一定 玩到我退休 或是 玩到他不做了 畢竟我是靠他的啊 永遠都是會玩貓戰玩下去的 好這邊沒問題 2022年 10周年慶典 然後裡面的話呢這個地圖就是一個 很歡樂的一個宴會廳 跟我們之前那個 在打那個 慶祝蛋糕的時候是一樣的啊 那關卡這個難度也沒有說到 非常非常的難啊 那整體來說 真的走了10年了 從2022年開始 雖然則明是 2017年加入貓戰這個大家庭的 但我相信大家感觸一定會比我還要升很多 那我是覺得目前來說 貓戰也有努力的在做一些更多的一些更新 或是更多的一些角色 一些 敵人的配置 從我們一開始的這個 所以我一般性點到現在有超壽種了 然後還有這個壽食的這個條件 希望他會 越來越好玩 也希望大家 就是如果 還沒有加入貓戰這個大家庭的話 也可以一起來玩一下 如果你很喜歡這款遊戲的話喔 好沒問題 回憶殺 真的很棒 好不好 真的很感謝貓咪大安珍 那今天的話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品牌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